甲基基对阵MRC的第二局上半场 小时这边是带了一个金身 这个金身那他前期如果抓个空军抓个杂技 不抓个那个病患抓个杂技不炸了 这个金身的试用范围有点窄哦 有点不太好说呀 你这个你得赌就上来能抓万一抓不到呢 看一下吧 我觉得稍微的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赌的成分啊 当然我上来能够直接抓空军吗 确实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第一个点绕了一圈 这边皮皮虾的这个空军是兜了一圈往后绕了 那这边没找到没找到这个这个 没找到这个金身可就血炸呀 这血妈咋你这个阵容 他是一个底牌挽留的守夜人 两刀你缺少闪现这一刀 这两刀张狂还不给你补存在赶 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这这种就是赌 他是一个赌徒 但是这波小城赌输了 没赌到没赌到 那只能接受这个赌的一个 结果了啊 这边的话绕了很久 终于是排完了所有的点啊 几乎是排完了所有的点 找到这边的空军 而且我觉得穷者这边应该也能够判断出来 你为什么都这么大一圈来找这个空军 不能是因为我空军好抓吧 对吧 我空军跟病患比起来 我这把枪直接交枪精神 落地 没有落地刀 不敢翻吗 不敢翻 这把枪其实可以一直压着呀 我觉得 这个枪可以从头压到尾 压到你后面 憋不住切其他技能了 不过也无所谓啊 现在的话 对于穷者来讲 总量已经是三台多了 这把鸡鸡应该是 稳稳的一个私人开门战了 要怎么样才能够翻呢 我想一想 这个局翻 在开门战之前 应该是想不到什么翻的点 你总不可能大副这边救不下人来吧 那只能是什么呢 开门战 这边因为空军 倒地以后 大副救一波 大概率这个空军是 拖不到密码机点亮的 所以还要再被挂一波 穷者再来救一波 私人开门战 这个空军是一个 击倒挂飞的一个点 然后小城这边 手里面多留一些风 多留一些能量 在手里压一手技能 开门战 找一个保平的机会点 别的好像也没有了 别的真没有了 别的可能就大副人救不下来了 穷者的话 现在刚有观众说 看到表面弹幕 说翻道具 确实可以为空军准备 他们应该是有足够的 充足的时间 甚至这波大副 刚想说大副无伤9人 那这里的话空军拉开 他们有人力 他们真的有人力 可以来给空军翻 大副这边翻了个球 大副这边翻了个球 已经道具 已经准备好了 那可以 这样的话 空军开门战友快怀表 该有的都有了 这边让杂技来救人 草哥这边的话 大副蹲 准备点门 贴门的也有了 道具也有了 穷者该准备的都准备了 四人开门战 人人都有自保能力 一刀打中空军 密码机点亮 杂技这边的话 没必要 风没吸道 风没吸道 跳过来交怀表 夏哥这边多一圈 卡一波位置 卡一波位置 等这个怀表结束 小陈应该是点了UB的 这个点门慢 应该点了UB的 但是空军两秒钟以后 飞轮CD好了 这边还有个飞轮 飞轮 往前 能进交互吗 进不了交互 倒 门开了 门开了 你但凡挂飞这个空军 门已经开了 三人走 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东西就是堵 没堵到 堵没堵到 你这里 想堵一个金声前期 就这个金声当闪现用 它的CD是要比闪现更快的 没堵到而已 下集结束 下集结束 下集结束